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是 話說日本已經是經過統計 是國人最愛去旅遊的一個地方 那的確是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旅遊達人 我也去過日本非常多次 其實該玩的 該吃的 該逛的 該走的 我都已經做過了 所以我想問一下 因為畢竟你在吃米飯的時候 我還沒出生 以你經驗老到 你是不是可以介紹看誰給我 可以做一個日本真正深度旅遊 深度旅遊是不是 所以就是說我在用衛生紙的時候 你還在包旅遊竹啊 是這個意思嗎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好的 日本通我覺得那就是 選在天邊 遜在眼前的那一個人 喔 你說的就是小百合嗎對不對 不是 是大百合 所以你們倆是傳說中的大小百合 我們是百合二重唱 黑白亂講 找我就對了嘛 對不對 你有什麼好推薦嗎 開玩笑我日本通耶 其實日本有一些必吃必玩 你不是香港通嗎 怎麼變日本 都通好不好 必吃必玩的你到底有沒有去過 那你舉例啊 你講哪裡哪裡 我跟你講 必吃 那一定要去吃的就是吉野家嘛 必逛的話 去那邊一定要逛星光三月 必玩的呢 我跟你講 那就是歌舞雞丁街裡面的夾娃娃雞 你這哪一樣我在台灣做不到 你現在說說看 不一樣因為那個是在日本吃的 跟日本玩的 其實不太一樣 你就是 而且夾娃娃雞 你有在日本玩過夾娃娃雞嗎 沒有嘛 還真的有 而且還真的在歌舞雞丁玩的 真的喔 對 但是我聽你在話虎話籃呢 今天要做一個深度之旅好不好 深度之旅是不是 對啊 那這一集一樣 筆記本又要拿出來啦 好 那所以我們也請到了 有事沒事就衝日本玩 比進廚房次數還要多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但對面呢 有錢沒錢他都飛日本喔 瞎買瞎逛完全都不怕 因為大不了就是不用回來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歡迎 根據觀光局調查 國人出國最愛的旅遊地點 日本已經纏聯好幾年冠軍 而日本到底還有哪些好玩 好吃好滿之處 今天節目將一次告訴你 我們要先來看一下 沖繩好不好 沖繩 那離我們比較近 碧拍嘛對不對 對 有什麼碧拍的地方就是 海底世界 編護甲喔 我那時候我去 我記得我那個 沖繩的朋友 他現在帶我去一個 就是我們要先坐船 我們先買票 然後坐過去這個 這個島叫做 明納寺嗎 水 水納島 水納島 對 水納島 然後這個你可以坐船過去 很便宜 又稱編護甲 是吧 水納島是水納島 不一樣 對 然後是一個無人島 沒有人住那邊 但是你去的時候 你就是可以 玩那個水啊 然後裡面的水超級藍色 就是很清楚 然後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地方的 我從小朋友介紹的 我就是特地去 國際通 國際通 我特別去那邊買這個 方水課 然後攀得很漂亮 你看我還要一個VCR 怎麼有沖馬桶的聲音 有點堵塞喔 好 我先說 因為那一天下雨 你那個鏡頭一下去的時候 我看到有點空虛 我那天收手 不是 那一天下雨 你確定這個影片真的要播放嗎 不是 因為那一天下雨 本來是很清楚 因為裡面一直有你腹瀉的聲音 不是 那個時候有那個支牌棒 腸胃消化不好 然後支牌棒裡面是很多空氣 你是不是常唱 那是不是知道你喔 後來我們晚上 就是那個結束之後 你特別是書架的時候 書架最有名在日本就是 煙火 煙火的季節 就是煙火的季節 對 他們一些祭祭 有點好像一個夜市的感覺 因為旁邊也有那個小攤子 有賣很多東西啊 然後也會有音樂啊 然後 就是下面這個照片 然後也可以穿他們那個 傳統的衣服 為什麼被你講得很熱鬧 可是你的照片都好像沒什麼 對 你看好空喔 好空虛喔 張斯汀的那個介紹的地方 其實真的很好玩 可是看他的照片 也沒有很好拍 所以我來介紹一下 更好拍的地方 充神 當然 拜託 對 充神 就是對充神 因為前面太爛 謝謝 因為那個對於充神的印象 可能大家都是這樣 陽光 沙塘 充神啦 白沙彎 這種照片就對了嘛 你看 這是什麼東西 對啊 這邊沒有人很有道理 這邊沒有人就是鬧鬼了 對 就是對充神的印象就是 可以去獨家 然後去海邊玩 對 可是還有更好玩的地方 而且更好拍的地方 就是 最近很多日本朋友在IG上 像Paul很多 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 我以為是夏威夷 或是國外拍的 可是其實那個是沖繩 沖縄 這個叫做 青之洞 對 中文叫做 藍洞 喔 藍洞 Justin 藍洞 就是這個 這個才是海底世界嘛 對 這裡 這才專業嘛 很漂亮 超級漂亮 這樣比起來 賈斯汀跟他的影片 就是他的手機 被衝進馬桶裡 對 這個 還有專門的拍攝師 可以幫你拍 是不是 他還有一個 有一陣子他在做一個 像 你可以穿美人魚尾巴的 去拍照的是不是 對 像這種的地方 對 其實東窟這個地方 其實小朋友 都可以下去浮淺 那也可以生淺 但是要先 就是先 訓練一下 訓練一下 上個課 然後那個 也可以跟金沙共舞 但是都要預約 那個 最近不是都很流行 要去 那個冰島 要看那個黑色的岩石 海邊 海邊有那種黑色 火山形成的黑色岩石嘛 有一次我去沖繩 意外發現 根本不用飛到冰島 沖繩就有了 然後這個地方 好像就是剛剛 沒有人知道的 編護甲 我現在 因為我的名 印象是他叫 CAPIDO 我現在看Monet找到 原來編護甲 是我要介紹的 CAPIDO 反正那個 有一次我們 我意外發現嘛 就是我跟沛德羅去沖繩 那沛德羅都很帶賽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呢 我們遇到颱風天 所以我們就租車 為了避免颱風 我們開到最北邊 就是沖繩的最北最北邊 這個地方叫做CAPIDO 然後它呢 它長得就是很壯觀 它就是像那個 我說冰島那個火山岩石 形容的那種石頭 這看起來真的很像颱風天 真的 有點毛布 是 氣爆說是北邊沒有 沒有那個颱風 可是因為太佩德羅 所以颱風跟過去 所以其實它不是因為 看起來太陽 它是真的整個是黑色的岩石 它真的岩石都是黑色的 然後它的石頭比較軟 所以經過很多年的海水跟雨水 那個衝擊 衝擊 就是開始侵蝕了 所以就是很壯觀 我還滿佩服肯納 你們兩個可以開車 等於從台北開到高雄 不是 因為去屏幕甲要四個小時 真的喔 你說從哪裡到 從納坝市南端 到最北邊的話要四個小時 對 因為納坝其實那個 沖繩是長 對啊 對 而且沖繩線速很慢 那邊會去有沒有 一般都是騎中機去的 因為他們環島 所以會去那種地方 那那邊有個 你剛剛說的岩石衝打是真的很漂亮 那如果要看 其實飛到這邊看是比較近了一點 對 那如果說你覺得開車那麼遠 太累 你在南部其實就可以搭 從那個南部的那個 那個 觀光港口 那個地方可以有賞金船 有半潛艇 還有就是釣魚 還有就是浮潛 深潛 然後那邊有一個觀光船 可以二十分鐘快艇 就直接到一個離島 無人島 那地方都要預定的 叫做 它是一個無人島沙灘 那這個地方其實在日本 像資深堂他們要拍CF或MDM 都會來這裡拍 你看資深講話果然不一樣 因為你看到就是陽光沙灘 然後就整個就是 我這樣講那邊還可以住 對 它是小木屋 但是它要預定 它沒有那麼多房間 它怎麼講 你住在那邊 你可以BBQ 因為上面沒有食物 它要帶上去 然後你在那個地方 晚上的時候可以看 所謂的那個夕陽 整個夕陽西下很美 然後晚上就夜觀星空 五光亥 超美 然後早上起來 還開始看日出 是真的很美 聽它就對了 因為他們在 剛剛要介紹什麼 因為他們本身在沖繩那邊 已經根深蒂固二十幾年了吧 還是不止了對不對 至少從我父親那一輩 大概有四十年 四十年 那上次去也是找他們啦 因為他們現在沖繩很多 很多人都去旅遊了啦 所以現在找專業的 他可以告訴你說該怎麼去玩 但你那個 不要把時間浪費在路程上 像你開車四個小時就很無聊 可是如果你中間是坐船 可以賞金 然後你還可以去看這很恐怖的癌 二十分鐘快停